在《细行记》中天羽山为了保护齐金被全灭了 那么当初如来选择保护齐金的人选的时候 为何会选择天羽山呢 毕竟以他们的实力拿到齐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其实如来之所以会选择天羽山保护齐金 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龙族 天羽山龙族在龙族整个族群中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们善良 重情义为了心中的追寻可以拼尽一切无怨无悔 可以说白狼能够在天羽山修炼长大 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并且天羽山龙王个人实力是很强大的 在龙族当中绝对是靠前的 他为何表现不够强 其实是他为了掩人耳目帮助齐金化行消耗了非常多的能量 导致实力下降 同时他的儿子天羽兽本身也很强大 小时候为了帮助熬雪深受重创 也影响了个人实力 而天众为了找回 齐金也派出了精锐大军 同时领军大将三眼神将本就是当时顶尖的高手 更何况还有杀星观音这样的天众 数一数二的高手压阵 只能说天羽山面对的对手太不强大